一百十二十元年度 HBL高中籃球甲擊聯賽 即將在十一月二十三號盛達登場 分別有十六隻男子與十二隻女子 甲擊預賽隊伍 去年拿下男子組冠軍的光復高中 能否成功挑戰三連霸 太耀族的林恩宇就表示 希望穩定自己的助攻失誤 拿出參與國際賽的經驗 協助隊友創造夾擊 我比較在意的是我自己的失誤率吧 還有我的助攻 就是助攻失誤比 那我當然希望今年能更穩定 可能經驗會比自己隊友可能好一點 那就是在場上的應變能力 可能會遇到某些狀況 提早的告訴他們 然後提早的去面對 而去年贏恨錯失冠軍的北一女中隊伍中 布農族的薩妃表示 除了調整好身體狀態 強調心態的調適更為重要 學到很多在牽鋒的技巧 希望我也可以利用這些技巧 去幫助球隊 努力調整到最好 就是每一個階段都把自己最好的表現出來 就不會像每次都在最後一場才失禮 而今年高山的Savir谈言 最後一次的HBL要好好享受比賽 不留遺憾 而近日國內直籃也發生打假球賭博等憾事 體育組長提醒若有贊助商想要接觸球員 校方因協助學生勝選 特別是給現金的人 我不希望各位球員從小 就被這些的現金給誘惑 到了你長大之後不得不聽他 希望各位球員能夠愛惜羽毛 因為只有你們能夠真正的治癒 才能讓這個環境變得更好 維持乾淨的環境 你們的球員才會能繼續支持你 那當然還有很重要的事情 也不要視乎盡量 我們希望我們是每一個上場比賽的球員 這個是學生的舞台 我們希望大家都能夠在舞台上 能夠以球會有真正用這本事好不好 HBL高中籃球假決聯賽即將開打 今年以約好了喔 球場見為口號 邀請又愛籃球的球迷進場 一同為喜愛的球員們加油打氣 並且一起見證青春熱血的勝利時刻 原來新聞感動 我們來到許家榮台北市採訪報導